這是我新買的Brighton RIDE U的碼錶 這個是他們家最便宜的碼錶 我也不曉得用的人多不多 我是第一次用GPS的碼錶 所以就來開箱一下吧 這個裡面有一個說明書 跟一個這都是英文的書 網路上有中文的PDF說明檔 可以去這個網址下載 然後裡面有橡皮筋 USB的充電線 還有一個可以綁在腳踏車上面的座 好就這樣 我大概是用橡皮筋 然後把這個座 綁在腳踏車上就可以了 大概是長這樣 機器的本體大概就這樣子的大小 後面這個是長按開關鍵 然後它有選單跟返回鍵的功能 下面這個是背光的開關跟選擇鍵 右邊這個是確定鍵 右邊這個是確定鍵 一開始開機的時候 它會呈現這個畫面 然後左下角長按 它會 左背光的開關 右邊選擇 你要變更 然後左邊 按左邊 就可以變換 再按一下確定 它會進入另一個選項 再按確定 就完成了 當你在使用馬表的狀況下 你可以按一下 後面的開關鍵 它就會跳進去 選單 然後左下角是選擇你要 變更的 項目 然後再按一個開關鍵 它就會跳回去 馬表 選單的第一個項目 按右鍵兩下 它就會有輪胎的大小 我的是小澤 所以是1460 公路側好像是2096 按一下右鍵 它會跳下一個數字 然後數字的變換在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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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好了 確定好了 就 按 右鍵 讓它儲存 就會回到這個畫面 它也可以設定兩台腳發 右鍵按一下 右鍵按一下 然後按左鍵 然後再按一下 再跳出來 用開關鍵跳出來 也可以 下一個選項 是 ALT 是高度的意思 不過這邊 倒是不需要輸入 因為用手機的APP 在空曠的環境下 用GPS去定位會比較準 下一個是你的設備的搜尋 按一下右鍵 HR是心率 然後再按一下左鍵選擇 SP是速度感應器 CA是踏屏感應器 然後這個是二合一的 然後你如果有這個器材 還有設備的話 按右鍵 它就會開始搜尋 搜尋好了之後 它就會跳出YES 我因為沒有這個新語氣 所以就 往下一個設定 下一個選項是 刪除 然後按右鍵 它會 有 進入 再按左鍵 會選擇 8小時 16小時 24小時 或是 所有 然後再按右鍵 它就會整個 把資料刪除 接下來是小十字 進入 按右鍵 然後左鍵 可以調整 右鍵 確定 這個是 夏日時間 不過我也不知道怎麼設定 就 挑出來吧 這個是 紀錄總里程 它也可以輸入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要輸入總里程 因為我有reset過 所以它就是0 一樣按右鍵進入 然後左邊選擇YES或NO 然後再按右鍵就可以了 會把資料說 回覆到原廠設定值 馬表的主畫面 要到手機去下載APP 它才可以設定 搜尋一下 Brighton就有這個 我也有下載 這個 馬表先開著 然後打開它的APP 但是要先開藍牙 然後它就會跳進來這個畫面 這邊有一個設定 它就會抓到你的機器 抓到機器後 就會顯示這個圖示 就證明它有抓到 藍牙同步呢 是同步 集成資訊的檔案 穿過來之後呢 大概像這樣 碼表資訊裡面 碼表資訊裡面 總共有五頁 可以設定 每一頁呢 都有三至四項的選項 然後點這個文字 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 資料 設定完後呢 左上角 有一個同步 按完 它就會傳到碼表裡面去 我的設定是這樣 速度坡度踏平距離 然後第二頁 第三頁 第四頁 第四頁 碼表資訊裡面 按右下角這個設定 它還有 暫停 智慧暫停 資料紀錄 這個資料紀錄有分 智慧和每秒 每秒是可以錄30小時 智慧紀錄 智慧紀錄是可以錄120個小時 大概是這樣 高度校正要到四頓 有GPS的狀況下 它就可以自己設定 其他的功能呢 就 看你自己 要怎麼玩喔 其他的功能呢 就 看你自己 要怎麼玩喔 這個 GPS一定要連結 然後在碼表的狀況下 按右鍵一次 它就會顯示 還有126個小時 然後這個是 目前在紀錄 再按一下右鍵 這個問號是 停止紀錄 你就按右鍵 它就停止紀錄了 如果你不想停止紀錄 按左鍵 它會有一個 REC的問號 再按右鍵 它就會繼續的 持續的紀錄 智慧通知 更新任體中 在拍攝 如果錯了 可以讓小材料 再按下 一圓 還有一圓 一圓 天